陳志忠要選舉了 他確定要以無黨籍的身份 投入年底大高雄市議員的選舉 民視同時也獨家掌握到 陳志忠將要在五月十一號召開參選記者會 而對於陳志忠的參選 藍綠在今天都表示尊重 但是綠營方面是擔心會有分裂的危機 藍軍則是預言高雄將會掀起腥風邪雨 今年一月二十七號 陳志忠小兩口到臺北看守所 看望父親陳水扁首度表態 有意投入年底的大高雄市議員選舉 現在我在市黨部做法律諮詢的工作 那到過去半年下來 也累積了超過一千個案件 那我們為這些民眾或當事人 解決他們的問題 那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我們本身也是覺得非常的欣慰 那這也是在為我們一般的 普羅大眾服務的一個很好的體現 這之後公開場合碰到陳志忠 問到選舉的是 他總是四兩撥千斤 不過壓著滑水動作可從來沒停 經過三個多月的評估 陳志忠確定將在五月十一號召開 參選記者會以五黨籍投入大高雄市的 前鎮小港區議員選舉 陳志忠以五黨籍的方式來參選 我想我們要尊重 那對民進黨的衝擊 這難免的嘛 這一定會的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民進黨應該要更加的加油 如果說大家擔心這個陳志忠是不是參選造成黨內的分裂的話 那可能陳志忠他必須要好好思考一下 如果要參選的話是不是應該回到民進黨的體制內來進行 而不要進行用這種方式 對民進黨可能是一種傷害 民進黨尊重 但是陳忠該以什麼身份參選 黨內看法不一 至於國民黨則是等著看好戲 陳志忠在高雄小港前鎮的參選 會使很多民進黨的公職人員 肯定會在高雄選區會掀起一場腥風雪雨 貶加的必要海外的資金流向 陳志忠一旦要決定參選 他有這個義務跟責任要向高雄市民跟國人交代說明清楚 陳志忠的參選話題十足 爭議也十足 棉新聞宋報道